共产党第24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 大会热情欢迎中外记者采访 广邀全球媒体 大陆下半年最重要的政治会议 中共二十大10月16号登场 在这之前大陆各省市官员绷紧神经 抓紧疫情 应对中央给出的防疫铁律动态清零 疫情处于上升期 病例活动轨迹 设计我十二十二个趋势线的公共场所 只要确诊病例亦有攀升迹象 就躲不过全城封锁千万人PCR的命运 四川成都就是最新一个 四川新增221宗本地感染 成都占最多有157宗 成都市家强管控 一年四日在全市范围展开全员核酸检测 消息一出成都人出动抢粮买菜 有人买到整个后车厢都是生肉 还有摊贩卖到没货赶快再去杀猪 这一幕幕都成了大陆防疫奇景 坚持清零的防疫准则 成了大陆经济的绊脚石 一张公告下来 深圳四场大型展览全都取消 民众炸锅说居然在开展前的十分钟才通知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至于为什么会这么突然 就是因为深圳疫情升温 时不时的封锁让大陆经济复苏 就像跛脚越走越慢 8月份物流景气指数稍微下降了2.3% 来到46.3% 随着这个多地性的散发 这个高温多雨 红楼灾害等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叠加的影响 部分领域和产业的生产受到的限制 疫情是影响经济的短期因素 长期因素则是人口社会结构正在改变中 大陆民政局公布2021年结婚人数为764万对 不到800万对 年减幅达6.1% 创下36年最低记录 有人口专家解释 结婚成本上升 即长径增加剧 生活自就快 婚姻观念改变 年轻人对家庭的渴望越来越少 都是新一代不想早婚的原因 晚婚或是不婚不生的人变多被解读是对未来前景不乐观 也代表着未来劳动力势必衰退 这都是影响经济的不利因素 尽管中外媒体预期 习近平在二十大能平顺巩固第三任期 但是疫情的冲击和今年爆发的房地产危机等等 都拖住了大陆的经济步伐 而此时还面临国际间的施压 新疆维吾尔族妇女气宿丈夫被大陆迫害 强迫拘禁 音讯全无 而联合国搁置近一年的新疆人权调查报告 终于出炉 曾经誓言说要在任内公布新疆报告的 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巴赦来 是在正式卸任前的十一分钟才公布这份报告内容指证力力 种种迫害包括性侵 虐待劳逆都在联合国这份报告中摊在阳光下 但是中国大陆否认到底 你提到的这份所谓的评估报告 是美国及一些西方势力一手策划制造的 完全非法无效 美国欧盟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谴责 美国则说一定追究 可以想见下一波的美中冲突 正在酝酿中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